然後裡面內層是土磚 就這麼厚的土磚 所以它這邊是冬暖夏涼 金鮑鱼 對 叫金鮑鱼 講究的牆面 那我們客家人就說這種房子坐落 是因為這樣子一直下來有五間 所以叫做五虎下山 在草州也是聽到這種時候 五虎下山的形式 這個房子有一個很大的特殊 像我們所有的主攝、牛攝、雞攝 都是在哪邊 因為是東北季風降吹 它不會影響房子裡面的空氣 所以它這邊都是種樹藍、桂花、韓啸 什麼東西 所以它的味道從這邊一吹過來就直接轉掉 所以這個你室內就不會有 所以它的設想上面都還能做到 這個蘭桂飄香 蘭桂飄香 好智慧 以前我小時候記得後面那桂花他們出 哇!幾年了 還有樹藍 樹藍一味 因為我們以前的燒的香 採到樹藍的花 然後曬乾以後就送去做香 做香 燒香的香 做香 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連香都不用外求 只有鹽巴 只有鹽巴 只剩下鹽巴要買 你們是住在這裡嗎? 對 我小時候都在這邊長大 那時候沒有燈了 沒有燈的話就 夏天的時候就吃把飯 就坐在這裡面 老人就 開始講故事 講以前了 對 所以我們從小就聽祖先的 然後我們就會抓那個 前面抓那個螢火蟲 他在塑膠袋裡 也沒講 所以朋友們從小就很會講故 那挑戰能力也很好 那珍珠墓在過八十大的時候 是嗎? 八十大的時候 那家人為了替他慶祝 我們在那邊有一個祠堂 就條鋼養了一條很大很大的 大鯉魚 好像比一條豬還大 對 對 成金了 對 一百多斤 特別養 為他做瘦來養的 然後呢